数字部分 数字的阵列 那当然就是 这样就可以 其实就是可以完成 就是把这个地方Ctrl Shift加Enter 记得 原来的公式里面 他没有 没有那个 大瓜糊所以如果你直接把它打勾的话 只会执行一次这样子执行一次 如果你要执行多次的话记得 输入完毕之后 再按Ctrl Shift加Enter 他会确定有没有加 不要打勾了就是大瓜糊OK按向下填满那一定就会重复多次 OK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所谓的数字个数的做法 那非数字怎么做呢 其实数字的逻辑是这样的数字逻辑是 我是大于 40 大于47 而且小于 这个58 那这两个是要连级所以连级就两个都要为处 那处在Esser里面是1啦 1乘上1 等于1 所以 也就是说里面只有两个逻辑 其中一个是1 一个0也是不为处啦 OK 或者是一个0 一个1 也不为处 一定要两个都是为 什么为处的时候 他才会怎么样 才会算一次 才会是在数字里面 那可是呢如果我今天非数字的话 他刚好是另外一个逻辑 这个47 而且他等于 等于47 小于啦 然后要大于多少 大于等于58 那其实特别注意喔 如果其中一个1 另外一个1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喔 他两个可不可以 可不可能同时成立呢 他又小于47 同时也 大于 58 应该不太可能吧 他要不就小于 47 要不就是什么 大于 58嘛 他不可能两个都为处啦 所以喔 你不可能两个像 1乘1 所以特别注意喔 这个中间喔 不能用乘的 必须用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其中一个 为 处的时候 那就表示他是非数字啦 所以特别是这中间要用 改成加号喔 这个逻辑 通的话 应该就变简单了 另外的话 你说 老师那为什么 里面有可能是 因为 他 不是在一个方向 也不是在中间 那中间不是 都是0 0加0 有没有 那就是0 就是他不是 怎么 他 他就是数字啦 他是数字的话 那就不算在非数字里面了 喔 应该 这个逻辑的问题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程式要如何修改 其实也非常简单啦 如果你通的话啦 第一个把它复制一下 第二个的话呢 贴到这边来 那怎么如何修改 其实一样是 执行逻辑 只是说这个方向改 本来是大于的 把它改成小于 而且要等于喔 为什么小于 因为48 才是数字嘛 47 他也不是数字喔 那另外这一边的话呢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大于 等于58 对不对 中间的话本来是乘 乘的话是因为他是交集 两个都要回处 这个时候呢 不可能两个啦 所以喔 如果是 叫连集 其中一个为处 一个加起来就可以了 不可能说他要小于大于 这什么数 不可能 所以就把它加起来 好了 做完毕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什么 非数字的 的那个逻辑了 所以第一张 复制原来公式 贴过来 改方向 改方向 记得要加等号 然后 改那个 有没有 计算的公式 OK好了之后 对不对 一样记得习惯本来打勾啦 不过你打勾只会执行 第一个字 那如果你要执行什么 往后的这么多字的话 记得什么 Ctrl Shift 加Enter 有没有 五个字 没错吧 向下填满 两个字 没错 五个字 而且中文也没问题 中文 中文有问题 没问题 刚好三个字 所以中文字呢 他一个字 也是算一个啦 他不是一个字 变两个字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非数字的 那个计算方式 应该可以理解啦 这个 有时候那个逻辑 如果你通之后呢 反正 应该很快 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好 那这个是第1个部分 第2个等一下就来看 就是说因为 其实说真的 这一串 你要 如果没讲你要自己全部打出来应该很困难 那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 以后干脆你写个VBA啦 写个VBA之后呢 其实就非常简单的 就是怎么样呢 以后呢 按下去啊 就会有一个就是 刚刚不是 数字跟非数字 数字的话呢 选一下给他资料 那如果非数字的话呢 有没有 也是一样会有个非数字的 函数 然后呢 一样给资料 一样会给结果 这样感觉这样的做事的方式应该会 比较 惬意一点点 而且你做完之后你这个函数呢 也可以分享给别人 比如用争议级的方式啦 你就到时候给别人 那你以后 只要你们公司 这个 Team里面 这个group里面 这个部门里面 有需要的函数 你就帮忙写一写 然后固定一段时间update一下 那以后事情他们就变简单了 对不对 那所以公司这个只要找一个人 帮忙做这件事情 大家都会工作的非常愉快 不然呢 如果每一个人都要学习 刚刚那个阵列的话 我现在应该 也许你下了课以后那些东西 你大概回家叫你再做一遍 你应该会有困难 如果你不看云端白板的话 OK 那 但是这个方法如果你有的话 应该每个人都会啦 按一下吧 原始资料给他不就好了 对不对 而且也不会做错 最好是怎么样 旁边还可以加个按钮 比如说按下去 全部都跑出来 也许旁边再按下去 全部都跑出来 会更好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 需要付出一点代价 就是你需要在学习什么 Visual Basic OK 那里面写好的东西 就在这里 不过看起来 其实好像也没简单到哪里 OK 反正就是都要学习啦 我想所以这种东西你说要简单 我想 我已经 不太可能啦 我已经讲的够简单了啦 你们如果自己去看书 那更复杂 你看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为什么因为 书里面的叙述是文字叙述 是非常出向的叙述 他没有办法 具系迷移的跟你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讲啦 所以 像好像有同学买那本书啦 如果你回去自己看 应该 会看到头昏脑脏 奇怪 这什么东西怎么会突然变出来 这东西 这样 书里面没有讲什么Ctrl、Sue加Enter 他就自动变出正列出来了 那你要怎么知道 自己打大瓜糊吗 大瓜糊打上去 奇怪怎么没有work 因为他没有跟你讲Ctrl、Sue加Enter 他以为你自己每个人都会了 所以作者有时候会用 他以为大家都会的那种方式去写作啦 他也没有错啦 本来他是写给高手看的 高手一看就会了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个label 你要看那些东西 真的会看到 也帮精心啦 真的 而且 越看越觉得天输 所以最后应该就放在那边的可能性 非常的大啦 OK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先试试看就是 先把刚刚的那个 非正列的部分 先做出来 记得其实没该什么东西 然后 待会的话想想看 如果可以的话 同学就是直接把这边 再按Ctrl鍵 就是把这一个 复制过来 然后把这个改成VBA好了 也许多一个工作表 叫VBA 我们等一下呢 另外再起一个工作表 然后做 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就是 把刚刚的步骤 再转换成 VBA 那当然 VBA的结果是很easy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 需要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不过我觉得 但也不一定是说 一个部门里面所有人 都要 对VBA这么专精 但是 也许 可以有一个很专精 其他人至少会懂得使用吧 至于说要有 不过最后还是有些 关键点 还是需要自己做点事情 也不见得说 一个team里面的那个人 他永远都会替你服务 也许那个事情是你个别 你跟其他人工作内容 一定是不完全相同 那可能你遇到的问题 不等于每个人都遇到 那还是自己要动手做 我可以试试看好了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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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